我觉得相当相当不错 各位可以试用看看 我那一天后来我自己也进去用了一下 那一种方法 算是相当好的 还有那个 像同学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 不许看这个问题 什么什么 不是 这一种用法 各位 其实可以不要 把他 当成 这一个 同样的 东西 我是希望 同学们尽量不要 把 任何东西 都当做 都当做 所谓的 巨型 我们太容易 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 惯用巨型来记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药剑的东西太多了 坦白讲记不完 所以 我比较赞 同学们要学会一种分解的能力 这一种分解的能力 你们看 这里面有几位同学是 从文法班 一直到 这个班 都有在上课 甚至于 他也看过我很多很多的 影片 这个地方 各位 如果 常看 我在 解析句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很少听到 你很少听到我讲 这个是 标准巨型 然后是 惯用巨型 这样去 套用的时候 坦白讲 会非常的危险 那样一来 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我都必须要背 那我比较希望 各位 怎么样去 拆解 怎么样去 判断 怎么样去练习 自己去练习去做 你如果 一直把它当成 标准巨型来看待的话 当然那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我不否认 但是 慢慢的 随着我们年纪变大以后 你这记忆力逐渐在衰退 很多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 再记住了 真的记不住了 所以 与其那样 不如去彻底了解 住词 这个住词 你跟这个住词 拖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当你了解 你跟拖 你跟拖 不同 的差异点的时候 不管他后 不管他后面 加什么字 你就会 破解到 他整个的感觉 我与这个例子 同学们在讨论的时候 讲到 toslu ni slu 我问各位 如果 我把他改成 toslu 跟 ni naru 可不可以 同学 这样的句子 成不成立 成立 对不对 如果你是认定他这样是成立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想到 所谓的惯用句 就代表着 一定是这样用 才能够当惯用句 像日文的什么东西 就叫做惯用句 就是 愿语 A种 还是真正的惯用句 你只能这样用 你不能有第二种用法 但是实际上 ni 跟tos 这两个住词 有各种不同的 对比方式 所以 与其各位去 背句型 不如 去了解 ni 跟tos 这两个住词的 差异性在哪里 您跟tos 这两个住词 第一个 最大的不同 就是 坦白讲 那个观众句型 那个是没有错的 那个句型是没有错的 你看到 同学看到那个 我们 那个例子 多 me 加 数的句型 他翻译 翻成 以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没有错的 这是没有错的 在解释上面 他是没有错的 所以他是 一 一什么什么 哦 回 什么东西 好 同样的 我们转换成 哦 再来 tos 加 3 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 啊 什么什么什么 当作 什么什么什么 哦 各样两个句型是完全没有错的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句子结构 所有的句型 都有他 一定的 规则 跟原理存在 至于 哪一个比较好 没有 我只希望 把各种可能性 教会 同学们 那你自己去判断 自己去选择 哪一种 对我来讲 比较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判断 你就把它 学下来 就对了 所以 这个部分 以我的方法 我会比较 告诉同学就是说 同样是する 同样是なる 两个都可以成立 的话 那我就要去注意 他们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在住词 你跟偷 我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偷 加する 加 なる 那 与其那样 不如 我希望同学知道 好 我问同学 斯鲁跟拿鲁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这两个字 经常被 运用在我们的句子里面 那这两个差异在哪里 基本的感觉 纳鲁是渐渐的 嗯 苏鲁是 决定 苏鲁是决定 重点在哪里 苏鲁是 坚信与 纳鲁是 尊敬与 哦 那个也是一种 所谓的敬与部分的一种判断 还有 是不是比较像直接做 然后 纳鲁是 变成的意思 是 没有做 那 那我问你们 谁做 谁变 苏鲁是 自己做 嗯 纳鲁呢 对方做 对 我们都是把 别人改变嘛 我自己做 别人去改变 所以 为什么我希望同学做一样记 你们有没有发现 思路 我做 Naru 变别人 那是不是 连结起来 我想到敬与的时候 思路就是谦逊 Naru就是变别人 别人就是尊敬 不是吗 第一个连结点 这样连结的时候 你在整体的运用上面 会不会 可以更清楚 这个就是我讲的 所有的东西的概念是在这个地方 好 各位看这边 Naru 是不是 我 做 把 某个人 你 把什么人 当 做为什么嘛 对不对 你 直接对象 间接对象的概念 也没有关系 好 把什么东西 作为 以什么东西 为什么嘛 我把他 我把他 向同学们 所举的 例子里面 各位看 他把自己的 儿子 当董事长 对不对 对不对 的 句型 嘛 哦 彼は自分の子供を社長にした 对不对 足以做这件动作 把什么人作为什么 好 偷的话 一样 各位看 廃棄物を原料とする 是不是 把他当作肥料来使用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 尼根托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各位看这两个句子 你马上就知道概念是不是一样 我曾经跟童姐讲过 先生になる 跟先生となる 是不是一样的概念 跟这个する 你する跟どうする是一样的概念 你看 你なる 什么人把什么人当作什么 角色来看待 他实际上是不是变成那一个实际的角色 对不对 他作为董事长 总经理 你直接转换成 变成那个角色 同样的 这个也是 先生になる 把某人变成老师 他的角色变成了老师 那这个托 是不是把他当作成前面这个对象的感觉 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东西 不是 把有机物当肥料 有机物本身是不是肥料 不是 我只是把他当作一样 这个先生となる 他是不是变成真正的老师 不是 他不是变成真正的老师 而是什么 把他当作老师来看待 一样的概念 是不是 所以你用这样去判断 一个是转换成另外一个角色 用你变成那个对象 作为那个角色 这个都是实际变成那个角色 托 只是取得那个身份 这个也是托 变成那个身份 他真的是不是变成老师 不是 比如说 我的工作室 上班组 我被邀约去当老师 是客串 我替同学代课 因为我懂日文 所以我被同学拜托 充当老师一下 就先生となる 这样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的差别 你跟托 有很多可以比较的 像这个地方 你する 都する 一样的概念 另外还有一个 很常用的是 单向跟双向的问题 一样的道理 先生你收担する 先生都收担する 这又是另外一个对比 你跟托的差别 在一个所谓的单向跟双向的概念 这个地方是单向双向的概念 你是单向 托是双向 这个我在录影课程里面 有讲过这样的一个对比 所以你基本上是我去找老师商量 怎样商量法 我去问老师的意见 托是双向的 都因为汉的意思 两个人我们讲过 托的基本概念 是两个对等关系 才用托嘛 对不对 先生都收担する 就是我和老师一起讨论 比如说讨论报告的内容 两个人都提意见 就是托 我单向听老师的意见 就是你 这样的概念 我为什么希望同学们 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 不要所谓的 被很多很多的惯用句 日文要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我们能够省下脑袋瓜去背东西 能够省越多越好 因为日文的规则本来就很多 如果你把很多句型 再把它当作 惯用句来用的时候 你会背不完 真的背不完 你试想看看 我跟同学介绍过的 日本语文型词典 那一本字典 好几百页 你绝对背不完的 我们不可能全部背也完 所以你必须去拆解 所有的每一个字 你都能够把它拆解开来 这样以后你就不会有问题 你都可以去尝试着 去拆解 做练习 我比较希望各位这样来练习 进一步的练习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要记住惯用具很简单 你随便都可以背起来的 因为年轻 绝对没问题 但是 等你慢慢慢慢 年纪大了 第二个 你的书越读越多的时候 你就记不住了 了解吗 我希望各位 不是说那个方法不好 我都希望 把我的想法 告知各位 各位可以去做比较 去做尝试 在尝试的过程里面 找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 我相信这里面有同学 看过 很多很多的课外书 哪一本最好 没有 但是 当你全部学会之后 你融化成自己的东西 那才是最真实的部分 那个 才是真正归于你的 所以 我非常喜欢 同学们 不断提出 不同的角度跟 看法 一起出来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 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跟不一样的 记忆方法 在脑力激荡的过程里面 你们进步了 我也进步了 大家都进步了 这个才是我最乐见的 因为 比较 才能 看到 更多 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 这一般我们喜欢的地方在哪里 同学都会分享 然后不断的大家去 讨论 那大家提供各种不同的意见 这样 才可以刺激到 更多 更多 的思考方式 跟切入点 不要相信 只有一种 标准答案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希望各位 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 同一个问题 这样你会看到 不一样的观点 找出 不一样的 切入点 还有想法 可以吗 还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 这个只是 我举这个例子 给各位做参考而已 我希望各位 在对比的过程里面 我们尽量去想 还没有其他的 还没有其他的 古人说的很好 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对于任何一个 句子 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存疑 存疑的过程里面 我们才会进步的更快 要不然 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就会停止了 我最怕的就是这样 因为越学越多 发现自己的脑力 一直不够 记忆点 已经不断的在流失 所以会有一种 恐惧感跑出来 真的跟各位讲 等你们到我 这个年纪 以及 到我这样 读了几十年之后 你会看到很多 会令你感到恐惧 以及令你觉得 感到自己 所学不足的地方 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 自己应该怎么样 再改变 再重拾自己 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没有绝对的 可以吗 还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看 下面的句子 这个地方 接上 上一次的内容 我把这个 先换给 同学看 一样 瘦瘦动词 里面的感觉 现在同学可以看到 那个次のページ 这个部分吗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各位看这个 次のページ を ご覧ください 詳しく ご説明 申し上げます 好 这个把它移到下面来会更清楚 好 各位看 这里のページ をご覧ください 这个句子 我很希望同学 把它学下来 这个意思就是 下一页 哦 次のページ を ご覧ください 请各位 看一下 下一页 詳しくご説明 申し上げます 好 我问各位 ご覧ください 禁语里面的什么禁语 尊敬语 尊敬语 对 很好 好 他是尊敬语 所以 讲话的动作者 动作者 一定是 对别人讲吗 ご覧ください 这个就是 我们讲的 ご 这个字 加上 需要变化 对不对 加上 一个 ください 这个就是 尊敬 尊敬语的 标准句型 也就是 除了那 15个 特定的用法之外 这个 也可以当成 尊敬语的表达方式 还有 刚刚同学讲的 加上什么 尊敬语的 尊敬语的 句型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也可以变成 尊敬语的 句型 所以 这样的用法 只要后面是 或是 kudasai 或是 或是 丸 我们刚刚讲 别人变 这样的时候 就可以 是 同为 尊敬语 好 再来看下面 形容词 本来是 kudasai 变成 kud 加上 动词 mosesme moshiyagemasu 这边 agemasu 前面用 moshiyagemasu setsume moshiyagemasu 是 什么样的 敬语 宜乌 说话 对 好 setsume moshiyagemasu 对不对 他等于 宜乌 说 好 尊敬语来 谦逊语 谦逊语 对 好 谦逊语 所以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句话 真正把它切开 切成两句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到 这边出现什么 上面的这一句是 尊敬语 下面这一句是 谦逊语 有没有看到 所以 尊敬语 谦逊语 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面的 这边 顿号 表示隔开 前面的部分就是 请各位看 我在说明 请各位看 下面的 一页 动作则是 动作则是 其他人 所以用尊敬语 下面这一句是 由我来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 所以马上转为 谦逊语 所以 Agemas是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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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 谦逊语 好 我问同学 除了这个 agemas 可以判断出 这是谦逊语之之之之外 还有 哪里可以判断出 谦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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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要记住 这边基本上 谦逊语也好 Agemas 也好 我们都可以判断出来 谁的动作 谦逊语跟Agemas 都是谁的动作 自己 对 说话者 自己的动作 所以前面是讲给别人听的 后面是我自己 讲我自己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所以 这个剧情 希望同学 直接把它 学下来 这个用法 很老用 次のページを ご覧ください 国版を ご覧ください 本を ご覧ください 15ページを ご覧ください 请看15页 请看黑板 请看天空 空を ご覧ください 那边 有一群 小鸟 飞过去 这个 好 我问同学 这个是尊敬语 如果 我要把它 转成 一般的 用语的话 我跟我的 朋友在一起 我要 怎么讲 ご覧ください 要变成 什么 样 比如说 ソラ を 怎么样 应该 怎么转 一般的 用法 見てください 很好 見てください 这个一定要 知道 当我转成 这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 五欄 就是什么的 尊敬语 ミル 所以 这个 为什么 我们 在学 禁语 的时候 我要把 对比 原型 对尊敬 对 谦逊 原因就在 这个地方 你才能够 换来 换去 我跟同学 讲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你跟小朋友 再讲 同学 小朋友们 请看看 天空 对不对 ソラ を見てください 好 我再问同学 更简单的 讲法 比较 随便的 讲法 还可以 变成什么 ソラを 老师 对学生 見る 但是没有 那个 没有 接近的 动作 好 可以 这是 省略掉 ください 这是 口语的 一种 用法 改变 对不对 好 再来 还有 上对下 的用 上 所以 ソラを みなさい 好 这个是 上对下 所以我刚刚一直讲 老师对学生的用法的时候 这边要告诉各位的是 那塞的巨型的用法 我希望各位 从现在开始 任何一个用法 我能够开始去思考 所谓的口语理 MAS型 原型 尊敬于 潜信于 应该怎么样用 才是 恰到好处 所以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跟学生讲 我跟朋友讲 看天空 赶快 那 Minasai 見て ください 这是一样的 感觉 kudasai 当然比 Nasai 客气 尊重很多 而 見て kudasai 真正的尊敬于 就是 golang kudasai 好 那我问各位 轻敬于怎么讲 轻敬于怎么讲 海坚 する 对 说了哦 海坚 する 对不对 所以 像这样一个字 我就是希望同学 你们现在开始 要慢慢学会 口语题 見て 可以等于 MAS 应该是 MAS 不够 MAS MAS TRE 他可以等于 見て kudasai 海坚 一旦 予论 予论 kudasai 海坚 一旦 予论 海坚 shimasu TRE 这就是 我所讲的 当你了解 所有的 句子结构 慢慢的 把所学过的东西 任何一个字 从我刚刚讲的 从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MITO的概念 一样 现在开始 同学们就应该要开始练习怎么样 当一个句子出来 我认为重要的单字出现的时候 我就开始练习尝试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走进小说阅读的世界的话 就必须要要求自己要到更高的程度 所谓更高的程度就是 那个关键字一出来 我必须把它尝试着转换成尊敬语 千俊语 一般的丁明语 也就是MAS型 对不对 然后再转为什么 长体 再转为口语体 任何日文一个单字出现 它里面基本上就隐藏着这五种表达模式 我如果五种表达模式 我都可以讲得出来的话 就表示我对这个字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我就可以做到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境界 也就是从上到下 我所有的表达模式 我都可以知道 对不对 好 同样的道理 同学再看 这个 MAS 对不对 好 MAS等于什么 尊敬语 怎么讲 O Sharu O Sharu 很好 来 还可以等于 丁敬语 怎么讲 Yu 不是 丁敬语不是Yu Yu 同学注意 所有的 一讲到丁敬语 各位一定要记得 所谓的丁敬语 一定是MAS跟NAS 只有这两种形态 MAS跟NAS 这样子哦 那应该是什么 摩西MAS MAS的话就变成千讯语的 尽敬语 MAS 对MAS 或者是什么 HANA SHIMAS 对不对 都可以 好 还可以等于什么 好 TANGBI YU YU 这时候才是YU 然后又可以等于什么 HANA SHIMAS 对HANA SHIMAS 他的口语 更口语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更口语的用法 有没有更口语的用法 没有了 各位要记住 YU已经是口语的 已经是 在口语 所以这边的场底跟口语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如果我把这个 把它改成了 前面用 YU 还可以等于什么 对 对 这个就是 道地的口语的用法 这样知道吗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看 说 这个字 可以有 这几种表达模式 先信于 尊敬于 丁明于 长提 多了一个托 引用的时候 就变成 的 口语的用法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我跟同学讲的 这两个句子 最关键的字 就是 BORAN 这个字 以及 下面这个 MOS 对不对 这两个字 所代表的意涵 我 全部把它转换成 五种句型 你看这边 因为这是 贴型 所以变成 MINASAI 它是 MITTE KUDASAI 的口语题 这个是 它的 长提 比较 粗鲁一点的 讲法 还有 上对下的 表达模式 BORAN KUDASAI 这个是 尊敬于 的用法 对不对 转为最后的 HIGH GAME SHIMAS 的 清讯语 这是 倒推回来 这个 反过来 推回去的 整个感觉 所以 这个部分 我都希望 同学 慢慢去体会 那你 可能会有同学问 说 老师为什么 这边是MITTE 跟这边 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讲 文章题 对 口语题的时候 曾经讲过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把 禁题 改为 长提 以及 省略 其中的 省略 一个很重要 就是 KUDASAI 这一种 省略法 而这个 省略 就是 代表着 我把它 转为 TESIN 这个 KUDASAI 是 可以 省略掉的 这个 就是 KUDASAI 的 一种用法 这个 让各位了解一下 你看 我刚刚这样问 所有同学 有很多同学 不管谁说的 不管 最少这个班级 的同学们 已经都可以分辨 所谓的尊敬语 情绪语 口语体 丁音语 文章 A 以及 一般的禁题 长提 通通会 这个就是 慢慢的 我就希望各位 可以去 进一步去了解 这些 单字 关键字 背后 它所隐藏着的 这五种形态 这五种形态 所代表着 绝对不是 一刻 两刻的问题 而是你必须 全面 全面性的 融会 贯通 以后 才能达到 这样的境界 如果你达到 这样的境界的话 大概就要踏进 N2 N1的程度 就 距离不远了 这个地方 很重要 可以吗 这边 还没有 什么问题 这边 这两个 可以哦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 下面 一句 好 一样 好 各位看 それで 社長 今回の scheme いつ を 決裁いただけますか 这边 几乎 没有什么 助詞 因此 社長 这一次的 好 先把它 框 起来 我们再 解读文章 你不要管他 长短 你能够了解 他的 他的 具构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 我先把它 切短 把助詞 圈出来 再说 当我把它 当我把它 签出来 就解决了 好 他说 那么 社长 请问一下 这次的计划 一直 いつ ご決裁 いただけますか 你何时 要 做 裁决 いただきます 本来是 本来是 いただく 变成了 いただける 再变成 いただけます 这就是我 讲的 常提 常提 丁明语 再加上 一搭打鼓 长辈的用法 我问各位 一搭打鼓 尊敬于 还 谦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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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是谦逊于 动作者是谁 自己 说话者 嗯 没有错 所以这种句型 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 这动作者是说话者 但是各位 看 五腮 五欠塞 欠塞 是谁做这个欠塞 所以我们在使用 摩拉五跟 一搭搭鼓的时候 很容易 产生错觉 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要记住的是 谁做这个动作的问题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了解 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一天 请说 请问一下 不是那个 第四变化的可能动词吗 是 所以这个动作者就是 请那个社长做这个决定吗 对 好 了解了 谢谢 我能够 请你 先做决定 然后 我从你那边得到你的决定吗 裁决是 裁决是 社长 拿到这个裁决的人是谁 是我 加上可能动词就是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可不可以 请你赶快决定 我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承诺 我才能够做后面的 工作的进行 好 这个字 我们 很容易被骗掉 各位看这个字的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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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好 好 来 同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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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的劇情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邊 山の頂 には綺麗な景色が見えますよ 這樣應該 怎麼翻譯 イタダグ 是把イタダグ 變成第二變化 好 怎麼樣翻譯比較好 抵達山頂的話可以看到漂亮的景色 對不對 當然是可以的 好這個 我在哪裡看到的 就是 在 有一本 描寫富士山的 書裡面 他沒有寫 他沒有寫這個 他只寫了 イタダキ 乱看之下 乱看之下 以為是我從別人那邊得到 山的什麼什麼 這個 イタダキ 所以各位要注意 各位要注意 當他轉為名詞的時候 可以當山頂上來 使用 這個用法 我們很少看到 這個部分 順便讓同學知道 我是 是故意 把他 挑出來 要讓同學 學會的部分 好 再來一個 來 我們都知道 剛剛 看到的 前面的 所以 因此 所以 的意思 對不對 那現在 我問同學 我把他變成 所以 怎麼辦 還有 這個 這個 的話 他基本上 如果 我們把他 切開來使用的時候 這個 A 好 你我把他刪掉 這樣更直接 對不對 對比 那我寧可同學們去這樣做練習 這個 這個的意思是 その ような 理由 で 這個本來是 因此所以 那樣的理由 因為那樣的理由 所以 社長 你看這邊這樣是不是 更容易懂 為什麼用で 那 それに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比較希望 同學們 慢慢的 用這一種對比的方式 去看每一個字 是 你的話是對象嗎 對象啊 然後怎樣 針對 那 前面的 的事情 對 可是 你好像有時候也可以當理 理由 所以 應該要看前後文吧 是啊沒有錯 是要看前後文 那基本上 それに跟それで 在翻譯的時候 這個是 是 那樣的理由下 因此所以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那それに呢 再加上 對 他可以這樣解釋的 他可以這樣解釋的 要不就是 その 結果 那個結果 他是講結果的 他是講理由的 知道嗎 我們講過 第一次講理由 這是講結果變成什麼意 但是他另外一種用法就是 在那個上面再加上 某種東西 添加上去的意思 所以 坦白講 我比較希望同學們開始 練習這樣的感覺 這個很難 但是要習慣 那像 這一 這一種 比較方法 怎麼比 我透過這些句子 我希望讓同學學會什麼東西 我怎麼樣 查閱 日文解釋 日文的句子 單字 當我用日文來解釋日文的時候 我才能夠看到 每一個字的真正的說明 各位 現在的 能力 你們看 剛剛我跟各位講 你們必須要學會 五種 慢慢的要學會 五種形態的表達模式 第二個 要 開始 學會 日文 解釋日文的 思考邏輯 不要用中文去思考 你用中文思考的時候 你一定 會背 這樣 それで 因此所以 それで 添加上去 那樣的 概念 是不是 最好 各位 現在開始 要慢慢去思考 我比較建議各位 開始 使用 日文的國語字典 也就是 日文 解釋日文的 方式 你看 這邊 それで 我如果用這樣 把它套進去 各位看 這個不要看 遮掉 各位看 その理由 そのような理由で 社長 今回のscheme 一直 ご 決裁いただけますか 不是更容易了解嗎 也就是告訴同學 類似像 それで 這一種 非常 不容易懂的 副詞型的東西 我怎麼樣 讓自己 可以 更容易 進入 他的 真正的意涵的世界裡面去 這個就是 用日文來解釋日文 最容易懂 最好的方法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それで それに 如果你去查日文字典 很可能就會 查到這樣的 這樣的 說明 所以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理解 Solete跟Solene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而 不是去記 中文的翻譯 中文的翻譯 學習的時代已經過了 各位 要慢慢走進 這樣的 純日文的世界裡面去 那個需要時間 所以 我是希望同學們 可以 可以 開始做這樣的 嘗試 這樣的嘗試 會加快你的學習腳步 而且 更接近 日文 各位要記得 這樣 才能更接近日文 老師不好意思 可以請問一下嗎 Solete 的話在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把它當成是接續 接續詞來用嗎 可以 像我們在理解這些接續詞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它拆開 就是 分解它的 像您這樣子 要把Solete跟D 這樣分解開來 了解它的意思就對了 是 會比較好記 因為D 代表著原因理由 是不是 所以 我這樣了解是不是比較快 Solene 針對 這個東西 在這個東西 上面 我們講過Solene是不是 自負 對 Colese 我們很清楚 初級日文的東西 對 方法 是不是 所以 在那樣的方法 之下 理由 原理由之下 對不對 對 這樣 你是不是 添加上去 在 那樣的東西上面 加上 某些東西 你這樣是不是 更容易 了解 這個字的意涵 好 老師我了解了 是不是 我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既然知道 回歸最原始的概念 日文是不是 一個詞 一個助詞 一個詞 一個助詞 這樣的排列模式 對不對 我們既然知道他是這樣的排列模式 我們在 拆解的過程裡面 我們自然而然 我問你 這邊 公概跟scheme 這兩個字 中間為什麼要用no來連結 名詞 名詞 名詞加名詞用no 好我再問同學 這邊 社長 為什麼沒有助詞 告訴我 為什麼沒有助詞 他都有理由的 他都有理由的 這邊 省略了什麼 主詞 蛙是不是 蛙 省略了蛙 強調後面 對不對 省略了蛙 蛙為什麼可以省略 我們講過在 口語體裡面 足以 受詞 對象物 以及疑問詞 可以省略 對不對 瞭解 瞭解 好我再問同學 依止 為什麼後面沒有助詞 名詞 加動詞 省略 省略 這邊 為什麼 省略 對 我們在 第四課 初級日文的第四課 就講過這樣的概念 沒有數字的 對 沒有數字的 時間 可以不加助詞 就加動詞嗎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沒有數字嗎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 同學有沒有看到 一個詞 一個助詞 一個詞 一個助詞 省略嘛 一個詞 一個助詞 一個詞 中子 省略掉了 這本來省略了什麼 對嘛 不是嘛 對不對 好 一直省略 因為可以 不用用 是不是 沒有數字的 時間 可以不加助詞 直接加 動詞 這個就是 我們在第四課的地方 講過的 內容嘛 所以 同學有沒有發現到 為什麼我希望同學練習 一個字 一個助詞 一個字 一個助詞 一個字 一個助詞 這樣的概念 去架構日文的句子 以後 你在架構句子的時候 你在看對話 什麼東西可以省略 什麼東西可以不能省略 我問同學 如果硬要講這邊要加助詞的時候 要加什麼助詞 我問同學 應該加什麼助詞 可以 對不對 是不是 可不可以 我問同學 大小助詞的概念 但是這個地方 大小助詞 後面沒有 表能力 表好物 表什麼的時候 是不行的 那在这边可不可以 我问同学 我们讲过 三个对象物的用法 对不对 复习一下 这个是对象 对象 夹乌 对象 夹乌 三个 我们讲过 夹乌的时候的用法 跟乌的用法 跟乌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夹乌怎么用 乌怎么用 乌怎么用 好 我问同学 乌怎么用 直接对象 来乌呢 间接对象 对间接对象 那乌呢 五个限制码 哪五个 能力 好 能力 我希望同学记住 再来 套物 对不起 套物还有 期望 一带 再来 样态 优态 对样态 还有 所有 所有应该讲存在 存在 很好 好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好 我们都知道 表能力表 号物表 其代表 样态表 存在 就是要用 对不对 好 我们各位 这边用 可不可以 省略的问题 可以省略 挖可以省略 刚刚我们讲过 前面这个是挖省略的嘛 我要带同学 理解的就是这样 好 这边用嘎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为什么可以 因为他后面是一带 因为他后面是一带 对又 可能 很好 是什么行 可能 可能动词 这个就是 可能 知道吗 因为 必是变化 可能行 所以用嘎 是 没有问题的 那 在这边 嘎 可不可以省略 可以 懂吗 我刚刚讲的 用嘎 嘎 也可以 但是 嘎 可不可以省略 不行 比较 讲不过去 对不对 所以用嘎 更恰当 大小主语的概念 嘎 嘎 两个都 省略掉了 在这个地方 所呈现出来的 在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词 一个助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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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词 不必用 后面 结束 完整的句子 口语体 所呈现出来的 省略的 很好的 范例 我歌 对象物可以省略 足语可以省略 疑问词 可以省略 这个歌我也可以省略的 对不对 我如果用口语 不要写出来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念 所以 所以 社長 社長 今回の スキーム 一字 我欠缥 いただきます 我不用嘎的 我以为上扬 就可以代表 口语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字 全部都可以省略的 我们讲过文章题对口语题 这个部分 重点就在这边 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了解吗 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中间那个歌 换成一根瓜的话 可以吗 蛙 蛙 蛙变成强调后面 不适合 因为你要强调的是 这个计划案 对不对 蛙是变成 你什么时候裁决 强调的不是这个 强调的是 这个 这个东西 老师如果用 呢 后面没有接东西 没有办法用 蛙 没有接 对不对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 想要把它当代名词 对不对 对 好 我问你 如果你要用 no 当代名词的时候 可不可以这样接 可以吗 前面要加 no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当代名词来使用 本来应该是 no no 对不对 我讲过 避免两个no 所以它才会转为 no 就用形容动词那种 类似那样的概念 来做这样的衔接 这样了解了吗 了解 你如果单纯用no 就会有问题 我很希望同学像这样问就对了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句型 跟不一样的表达模式跑出来 什么东西可以用 什么东西不能用 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在的 它不会乱来 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刺激我们的脑力 我怎么样去用 才是恰到好处 才是对的 这样了解 好 这个再把它删掉 这样 还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问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已经很复杂了 非常复杂 刚刚补充的那些东西 你听不懂都没关系 因为那个很复杂 我只要同学记住 我可以省略口语的概念 就够了 还有这三个非常重要 直接间接对象的问题 直接间接对象的问题 可以吗 还没有问题 那个我们好像没有在班上讲过 那个文章题变口语题的内容 没有 在这堂课里面 好像有 没有 没有嘛 好 我看看 同学看一下 好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我用最快的速度 给同学们看一下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文章题 口语题吗 可以 其实我用最快的速度跑一遍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例子里面 太多口语题的东西 我一定要让同学恢复一些记忆 这个内容下课以后 各位要详细的看的话 我在YouTube里面 有专门解说这个部分 同学可以上去搜寻文章题 口语题的影音档 再把它看一次 这总共十几月而已 我希望同学要记住 这总共只有五个重点 这五个重点 我希望同学一定要牢牢记住 你只要记住 什么东西可以省略 什么东西可以转变 怎么样转变 了解就可以了 不要去背每一个字 规则比较重要 它只有五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 待会解释 总共五个 把这五个重点记住就好了 也就是说 我怎么样把长题 其实文章题 就是长题 转为口语题 这样的概念而已 花一点时间没有关系 这绝对值得 同学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堂课 我印象中是没有上过 有上过就多听一遍吧 好不好 好 占用同学一点时间 各位看 第一个 只要补助动词 是一一开头的字 全部可以省略 这是第一个重点 什么叫补助动词 就是两个动词 连结在一起 前面的动词 用贴型 后面的动词 像什么 有 全部都可以放放在这个地方 当做补助动词 也就是在告诉各位 只要是补助动词这个位置 他的第一个字是一开头的字 全部可以省略 用实际的例子 你只要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 第一个 就变成 一省略了 所以 就变成 同样的 变成 还是省略一 正在读的书 对不起 我先退出一下 让同学加进来 可以哦 好 再接着 不好意思 好 同学再看 好 第三个 帝一句 变成 帝一句 一省略 所以 请你带着上去吧 再来 帝一句 变成 帝一句 帝一句 泪 泪 泪 有着音就跟着有着音 没有着音就没有着音 再来 帝一奈 变成 帝一奈 各位要记得 如果他变成 帝一打 过去是 也是一样 就变成 帝一打 完全就把一省略 其他都不动 不管他变化成什么 比如说 帝一开 就变成 帝一开 一样的道理 就一此类推就对了 所以我刚刚跟同学讲 你只要记住大原则 这五个大原则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把一去掉 一省略 就变成了口语 所以你看 まだ 買得いない まだ 買得ない 一样 でいない でない まだ 泳んでいない まだ 読んでない でない でない でく でく 出る 全部都是这样 他不会受到其他的干扰 你只要记住 有没有看到 这一期月 全部都是一省略 再来 ていた ていた 見ていた じゃし 見てたじゃし 有没有 一省略 一样 でいた でた あそんでいた おもちゃ あそんでた おもちゃ 全部都是一样 注意看 同样的概念 青音 对青音 拙音 对拙音 基本的概念 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五个规则里面 最难的就是这一个转音 所以转音 有些地方 希望同学要背 真的要背 真的要背 所以 不得已 非背 不可 而且这个部分 转音的变化 很常见 尤其我们在看日剧 动漫的时候 非常多 小说 最近也越来越多 运用 这样的变化模式 各位看 第一个 ておく とく ておく 就是准备好的意思 じんみしておく 准备好 放着 じんみしとく 这个 两个音 并为一个音 各位注意看 ておと 所以 ておく 变成 とく 就这样 一样 着音 ておいて 后面变成 て形 くい しし ふつぼ く 变成 いじゃて 他就变成 といて てお 便と 清音 对于清音 着音 对于着音 てお と 所以 四ておいて 四度 いて 这个就是 てお と 讀好 放着 讀好 放着 下礼拜要 期中考了 所以我要 ほんを 四度 いて 我先把它 读一读 把它放着 好 面对 考试 好 再来 てしまう 就变成了 ちゃう てしま 变成 ちゃ 你说老师 这怎么变出来 我也不知道 念不出来 てし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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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么念 我也不会变成 ちゃ てお と 我可以感觉 这个 完全感觉不到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怎么办 好在 这个经常看到 所以 多念几次 就记住了 てしまった 到最后 睡着了 てしまった 他睡着了 请说 我在日据上 我记得老师也讲过 就是过来过来 o y de o y de 是跟上面那个 de o y de 有一样的 不一样 他是 kulu 特有的 那一种 命称的用法 叫小朋友 o y de o y de 过来过来 那个是 特别的 转音 kulu 转过来的 o y de 是kulu 的一种 亲密的一种 讲法 小朋友 o y de o y de 过来过来 那样的感觉 那跟这个 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知道吗 我刚刚讲过 这个的转音 转哪里 补助动词 不要忘了 那 o y de 是kulu 直接变成 就跟 刚刚讲 那个油 变成了 某是 完全不一样的字 那样的感觉 这样了解 可以听懂 了解 那个没办法 被 知道吗 o y de 一定要记 那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从刚刚前面 到现在 全部都是什么 补助动词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 省略调一 第二个 补助动词 贴加上某些字 变成 混合音 这种混合音 很难抓 要练习的 好 再来看下面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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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记住 轻音对 轻音 拙音对 拙音 7 永远变成 对的 就是 z 7跟z 7跟z 这个 对称点 一定要记住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办法 只能去感觉 所以 yonde shimau 变成 oyon jau oyonde shimau oyon jau 好 再来 na kereba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 na kya 假如不怎么样的话就不行 或怎么样 所以你看 yisogana kereba na kereba na kereba 不赶快不行 所以 yisogana kya kereba 等于kya 这个要记起来 na kereba 没变 所以kereba 等于kya te si ma 变成kya de si ma 变成kya 好 再来 de wa 等于kya 有没有看到 sensei de wa arimasen 我们从第一课就学过的句型 de wa arimasen 等于kya arimasen 对不对 kore wa fong de wa arimasen zashi desu 第二课的句型 对不对 所以 等于kya 所以各位要记得 以后你看到名词句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基本上都是 de wa 等于kya 好 那相对的 te wa 就等于kya 有没有看到 这对称 7对1 7对1 为什么我这两个要颠倒过来 因为我们对de wa比较熟 对te wa不熟 为什么课本没有教 所以我们不会用这个句型 这句型只会在哪里 这个意思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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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ke si ma ke wa 等于恰 ke wa 等于恰 这个要特别注意 尤其这个价跟这个价跟这个价一样 这个价跟这个价一样特别注意 可以 可以哦 好 再看 demo 这个最难最难 tate takaku demo kauu 在贝我也买 takaku tate kauu 这个 如果出现在 出现在一般的小说句子里面 我们很容易 转不回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两个最难最难 demo跟temo 我们最不熟 经常会被骗 你看 karae mo no demo tabe la leu 在辣的东西 我也能够吃下去 karae mo no tate tabe la leu 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个很难变回来 怎么样区分 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边takaku tate 形容词 变成ku加te 名词直接加te 所以 所以因为是名词加te 因为是形容词加te 所以他才会变 轻音对轻音 拙音对拙音的基本概念 这个 这两个 请同学们特别特别小心 好 这边 有没有问题 这里面 这是第二个 转换的规则 同学有没有发现 这边除了nake leu 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还是 贴型 所以各位从前面的 1 补助动词开始 一直到这边为止 只有第一个 nake leu 用否定型的巨构 有转音 其他的全部都没有 其他全部都没有转音 各位一定要记得 这里面 很多东西都必须要注意 需要背就是背 这里面 除了第一个 第二个之外 其他 倒数第四个 之外 这三个之外 其他都不好记 可以哦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老师 不好意思 可以问你一下吗 可以 就是那个 date 对不对 是口语的 demo 可是在文章中常常会看到 这样子的date 也有可能是说 是名词 对不对 就是 date 然后加上 出音的date 说这样子的东西 像这个时候 我怎么样 可以去区分出来 他这个地方指的是demo 还是说 他讲的是 前面的那个东西 对 等下面这个讲完给你看 好 我知道你在讲这个嘛 对不对 对没错 这是名词嘛 对不对 对对 好 对不对 对 这个地方我常常就是在文章中有时候就是要 没有去查 对对没有查一些单字或什么 光看的话就看不出来到底我那个地方应该要怎么解释或是怎么解读比较好 你注意看 注意看哦 你讲的是这个date嘛 对不对 对 这个date 对 对对 对 对 这个date 对不对 对 注意看哦 注意看哦 这个date前面的名词什么样的形态 看清楚了哦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呃没问题 好 现在看前面这个 前面的名词什么样的形态 是一个句子吧 多了什么字 大 对 所以会不会混淆 不会 因为你没有对比 所以感受不到 一对比就知道了 有没有看到 嗯 这边的名词 全部都没有什么 没有大 嗯 有没有看到 对 所以一般如果是在 对吧 全部都没有 没有达 嗯 所以在句中的date 就是 一定是demo 就是demo的意思 是的 口语的demo就对 是的 哦 好好 那老师我知道 谢谢 这样一次比较 你就清楚了 因为多了这个嘛 是不是 嗯 好 因为我们都忽略了这个字嘛 是不是 对 对 所以这个 为什么名词要加date 就是demo转过来的 以后你就知道 有搭就是demo 没有搭的就是dua 好 好 谢谢老师 可以哦 其他同学这样了解哦 因为他跑得比较快 已经跑到后面来了 好 可以哦 没有这个就是对比的问题 我希望同学去你没有把它摆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讲的 这就是我讲的 刚刚跟前面 你拖 你拖 概念 全部都一样 我们没有去对比的时候 你永远发现不到 它的差异性嘛 对不对 现在你是不是很清楚 同学问问题 马上就知道 有没有他决定了 到底这个初音贴是dua douyou还是这个demo的用法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了解哦 还没有问题 可以哦 老师 老师 请你把那个 那个补助动词 一开头的可以省略 那个再秀一次可以吧 好可以 当然可以 有没有 好 谢谢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谢谢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没关系 好谢谢 好 没有关系 如果你们要 我可以把这个电子档给你 嗯 嗯 电子可以了 谢谢 可以哦 谢谢 同学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把电子档给你 没有问题 或者是我待会把这 总共只有几页的PPT 我全部拍给你们就好了 这很简单 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 哦不会 因为神的抄笔记 因为这个笔记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抄 可以哦 所以是你这会出卡片吗 有啊 这卡片有啊 第六 卡片第六里面有 卡片是八支二 八支二 我记错了 有卡片有 确定有 只是这个我有再重新整理过 哦 举例不一样 这个我待会把PPT 传到群组给你们好了 好不好 哦 不要抄 那会时间 可以吗 我一个人抄就好了 你们剩下就乖乖的读了解 我跟你们说明这个的比较重要的地方 是我希望让你们知道哪些要背 哪些不要背 哦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重要是在这个地方 哦 可以吗 最难的地方是这一个 希望同学牢牢记住 下一个长音变短音 这个就简单很多 我们在五十音的时候讲过 什么叫长音 A段音加A E段音加E U段音加U A段音加A O段音加O 都是长音 只有两个例外 就是A段音加A之外 它加E 也可以变长音 同样的O段音 加O之外 它加U 也可以变长音 所以所以A段跟O段各有两个长音 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哦 所以这个概念全部在长音的部分 好 各位看长音变短音 第一个 Disho 变成Disho Omoshiro gata Disho Omoshiro gata Disho 没有U的音 省略了U这个音 这个跟第一个 省略E的音概念是一样的 第二个 第二个 Daro 推量 变成Daro Nagamuna san Daro Nagamuna san Daro U 省略掉而已 是 中春小姐吧 这个是有趣吧 再来Hondo Hondo 各位看日据 最近这个东西一直跑出来 非常非常常见的 这个要记得 Hondo Disho Hondo Disho Hondo Disho 到后面去 你还可以发现 Disho 还可以省略掉 Hondo Disho 再来Kereto Kereto Kereto 这个省略的比较特殊 长的音 Domo 省略了Mo 第二个省略了Le 口语的Kereto 这个因为比较常见 所以 这个我倒是不担心 很多同学都会 所以 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各位注意 別に不慢ではないけれども 別に不慢はないけど 这个我倒是不担心 变成Kereto 变成 好 这个也是 一口咖 第几变化 第五变化 走吧 它变成出音 一口咖 第五变化 只有这个变出音 比较特殊 再来 再来 amari 变成amari na 变成na 这个是什么 阿断音 对阿 所以省略了阿 所以省略了阿的音 amari 这是鼻音 an m 因为m跟m 都是很容易产生连着的音 就是有鼻音的感觉 所以省略掉 ng的音 amari 等于 amari 意思完全一模一样 好 再来 do you know 我 刚刚同学讲的 这个最常见 do you know 等于 do you 等于 do wa 等于 我 等于 de 尤其最后面 这一个 特别特别常见 所以 刚刚同学 为什么会跟前面的 重叠在一起 原因就是 demo 变成 tate 多了一个ta demo 变成 tate 多了一个ta 后面 触音 t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 所以刚刚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给同学看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出音的前面这个名词 如果是do you do wa的话 绝对没有ta tempura de nanda tempura 所谓tempura 是什么呢 这个也可以省略 那你一问句的话 所以不管怎么用 nandesuka 变成nanda 那你都可以 tempura 都可以省略的 这个后面再讲 再来 再来 隣のtodoro という映画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你知道 名字叫做 隔壁的todoro 那部电影吗 隣のtodoro て 映画知ってる 有没有这边用什么 て言います 补助动词言います 变成いる 长题口语变成てる 可以哦 再来 たなかさんは英語がじょうずですね 同学有没有看到 省略了两个 我把这个放下 同学看 对象 刚刚讲的对象的が 也省略了 再播放 来同学看 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わ 这边的が 有没有 が たなかさんは 变成て 英語后面が省略了 じょうず後面的です 省略了 变成口语 所以 英語じょうずね 其實 這個地方 出因て 我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但是 在這邊 因為我要講這個對比 所以 這個地方 就沒有把它省略 因為 で等於わ 我要舉這個例子 わ等於で わ という等於で とわ等於で 可以嗎 所以 我們從前面 一直到現在 三個規則 各位要記住 第一個規則 你末背都要把它背出來 第一個規則 補助動詞的 一 開頭的 全部可以省略 第二個規則 病音 第三個規則 長音變短音 裡面最複雜的 只有第二個 第二個規則 需要花一點時間背 其他都沒有什麼好背的 這個地方 長音變短音 記住 全部省略 前面的 一 省略 就這樣而已 所以 第一個跟第三個 第三個真正藥劑 只有這一個 Do you know 啊 這一個 可以喔 這邊 有沒有問題 老師 可以插個話嗎 請說 那個 Do you know 啊 跟Do youことです 是 不一樣 不一樣 Do youことです 它是變成了 所謂什麼樣的事情 這樣知道嗎 比如說 明教都有こと 所謂用功這件事 明教都有こと 它是 こと變成有修飾它而已 很單純的句型修飾 但是你可以把它變成 明教都有 可以 明教都有 可以 知道嗎 它一樣可以省略的 可以變 那個 講解 謝謝 你那個口都把它當成No 來看待就對了 有沒有 這邊不是 Do you know啊 那個No 對 是不是 代名詞的概念 是OK的 謝謝 欸不會 可以嗎 其他同學還沒有問題 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下面第四个 好第四个 进题转为成题 这个更简单 好进题转为成题 把所有的字全部转为成题 余为上扬 一问句余为上扬就结束了 变成结束 进题全部可以省略 好再来 变成 后面我们还会讲住词的省略 我可以省略就结束了 好再看第三个 ではないですか では等于じゃ 对不对 ない 进来ですか 进题省略 か省略 所以じゃない senseiではないですか 他不是老师吗 senseiじゃない 对不对 不是老师吗 那一样的感觉 这个等于这个 好再来 てくれませんか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学到的 くれる 受受动词 てくれないませんか 变成ない 常题 进题变常题 再来 てつたてくれませんか てつたてくれない 更口语的 肯定的话 就可以把ない再省略 てつたてくれ 読めよ てつたてくれ 就可以了 くれる 老师では 再来 かもしれません かもしれない かも あの人は 先生かもしれません あの人は 先生かもしれない あの人は 先生かも 都可以的 可以哦 再来 おもしろ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おもしろいかも 或许 很有趣哦 かも 这个 很好用的口语 再来 てください 等于て わたしにもみせてください わたしにもみせて 就可以了 刚刚讲过 ください 是可以省略的 一样 みてください 请看 我可以跟你讲 みて そらをみて そらをみてください そらをみなさい 都可以的 刚刚 举的例子 就在这边 ください 禁停 省略了 常提 好 再来 もの 等于の 等于ん あまいものが好きです あまいのが好きです 刚刚讲的こと 跟这个一样的概念 もの こと 人 全部都可以变成の 再转为口语 全部可以变成 ん 这个地方 还可以 放到 更大 这边 还可以转为 ほと 加上去都没有关系 这个都没有关系的 加ひと 也都没有关系 这个变成了 代名词的 no 变成口语的 ん 这个都要知道 这个了解一下就好 もの こと 都可以等于 no 代名词 代名词 全部可以转为 ん 所以 あまいのが好きだ 这一种用法 好 再来 最后一个 动词 ません 可以等于 nine 可以等于 ん わがりません わがらない 静体 静体 转为常体 再转为 ん わがらん 都是 很粗鲁 很口语 超级口语的讲法 ん 所以 这边要 只要注意 这一个就可以了 ん 的用法 有两个 好 一个 否定 一个 代名词 no 的概念 这个 希望 各位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 也是 很简单 他没有很难的 转换 重点 就是 关键在 静体 转为 常体 所以 从前面开始 第一个 补助动词 同学就这样记就好 第一个 补助动词的 e 可以省略 第二个 k 什么什么的 可以把它并音 第二个重点 并音 ておと 对不对 てお句 变成 toku てしまう 变成 ちゃう 这个都要多念 就好了 第三个 长音 变短音 第四个 静体 变 常体 这个 全部 都是 变成 变成 口语体的表现 规则 这些规则 记住了 日剧 动漫 很多都可以 看懂 自然就不会有问题 好 静体 转 长体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一问句 全部 余为 上扬 就可以了 这个 观念 记起来就好 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没有 我们就看最后一个 各位看 注词的 省略 注词 在日文里面可以省略 只有四个 这个 我希望各位记起来 哪四个 第一个 我 第二个 足语的部分 第三个 受词的 第四个 疑问句的 基本上 只有这四个 可以省略 其他的不能省略 记住 足语 受词 疑问句 就 你直接背 这四个 注词 都没有关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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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在前面 一个 在最后面 疑问句 好 像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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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 省略了 状态 肚子 饿了 所以 我 省略掉了 我 肚子 水 所以 我们经常听到 我肚子饿了 我 我 肚子 饿了 就 没有了 好 再来 所以 曼 我 忘了 打 号码 忘掉了 所以 曼 我 O 省略了 第三个 就刚刚的 那是那个什么东西呢 所以 净体的省略 有没有看到 这边省略了三个东西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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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体的 一个省略 疑问的省略 愚违上扬就结束 那你就这样 可以吗 好再看下面 一生意意见不得 静体省略 转为常体 够 变成了 愚违上扬 所以 这个地方 应该这样 答会比较清楚 我把它 修改一下 不好意思 好 一生意 一干 9 它变成了 长体 长体 静体 变为 长体 9 ません 因为这个字 五段动词 所以用第二变化 加 ません 用第一变化 加 9 没办法 加省略 余违上扬 静体的省略 余违 助词 加 转为 余违上扬 结束 好 再看下面 像 这几个 助词之外的 助词 就不能 随便省略 咖啡 和牛奶 如果没有 这个 就变成 变成了 一个东西 就是 咖啡 牛奶 这是 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错 我所谓的错是 不能省略 这样还是对的 咖啡 牛奶 这两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东西 就这样而已 好 最后一个 在餐厅 吃饭 省略了 吃餐厅 日文是不通的 中文可以通 台语也可以通 明天才 要吃餐厅 可以完全没问题 所以语言就是这么微妙 台语跟中文 可以通 每个人都可以理解 明天要去吃餐厅 中文绝对可以通 但是日文就是不通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使用上差别 在这个地方 所以希望同学多多了解 所以我很希望在内容上面 让各位能够充分体会到 什么东西可以省 什么东西不能省 口语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课本很少讲到 但是日剧 动漫 小说 一直出现 我们必须了解越多越好 就是因为今天 有跟各位讲到 五种表现的单字的属性 从尊敬到谦逊 尊敬到一般的长题 再到口语题 这五种表现模式 都必须要了解 任何一个字出来 什么可以省略 什么不能省略 什么可以变化 什么不能变化 只要掌握住这五个重点就可以了 第一个重点 再复习一次 第一个重点 就是 不住动词得一 可以省略 第二个重点 K型的定音 第三个重点 长音变短音 第四个重点 静题变长题 最后一个住词的省略 就这样 其他没有了 就五个重点而已 再怎么样辛苦 都要把它记下来 这个待会下课 我再把这个档案 记给同学们 不用担心 这边住词的省略 有没有问题 老师 请问一下 所有的口语的表现的话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吗 还是有些只限定男生可以用 你孩子最好不要神 我简直在话 日本就是这么龟毛 都用丁领体就对了 对 最少最少用MAS型会比较好 MASDES 所以一般口语的话 女生 多半都是男生比较多 但是你看那个日剧里面 女孩子对亲密的人 比较亲近的人 还是会用口语 还是会 但是只要陌生人最好不要用 尤其在职场 千万不要用 讲实在话 好 了解 谢谢 这个就是 那个社会 有一点点怪怪的 没有啦 日本 日本那个社会 没办法 对女孩子 到现在为止 还不是 很公平的对待 这个就是 那个 奇怪的社会 没办法 所以我们去旅行的话 也是就是 至少要用丁领体 跟对方说事情就对了 不可以用口语的方式 尽量不要 最低底线 最低底线 用长体 因为你是客人 他们不会对你怎样 也不会觉得你很奇怪 这样知道吗 这个牵涉到 那个立场的问题 但是你用口语 会让人家觉得 比较粗鲁 比如说 我不知道 分からない 可以 你讲分からない 那是男孩子在讲 很粗鲁 不好听的 但是台湾的 很多 那个老一辈的 就都很喜欢讲分からない 我搞不懂为什么 日据时代留下来的 那个问题吧 知道吗 像那个尽量 女孩子尽量不要 我是讲实在话 最低限度 我觉得就说 要代表你个人的气质 最少 不要用到那个 职场的 所谓的尊敬与谦逊 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我们既然都去到日本 你就练习嘛 各种都练 没有关系 知道吗 口语 我用就好 女孩子 我是建议这样 其他没有关系 尽量用 长笛 丁领语 尊敬语 都用看看 练习 好 谢谢老师 还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注词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提出来 没有关系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把这些东西念一下 占用各位一点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念一次 就感觉 那个字比较重要 后面的例子就好 后面的例子就好 前面这个不要 念一下好了 来跟着念 不要开麦克风 麦克风会共鸣 不要 来跟着念 一定要念 因为这个很重要 这些东西全部靠语感 以后你在日剧动漫 还有小说里面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 所以这个语感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会建议同学怎么样 我把这个档案给你 你回去 运出来 闲着没事就拿出来念一念 这样就好 知道 来跟着念继续 知っている意图 知っている意图 出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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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出る 出る 穿上 出る 出る 出出 還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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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 好 轻音对轻音对轻音的转音变化 这个要特别特别念清楚 来跟着念 手置く 解く 準備しておく 準備しとく 手置いて 解いて 呼んでお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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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てしまった 寝ちゃった 寝てしまう じゃう 泳んでしまう 泳んじゃう なければ なきゃ 急が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急がなきゃ ならない では じゃ 嘘ではない 嘘じゃない 手は 茶 食べてはいけない 食べちゃいけない でも たって 高くても 買う 高くたって 買う でも たって 辛いものでも 食べられる 辛いものだって 食べられる 好 再来 第三個 長音变短音 一样 念下 でしょ でしょ おもしろかった でしょ おもしろかった でしょ だろう だろう 中村さんだろう 中村さんだろう 本当 本当 本当ですか 本当ですか けれども けれども けれど 別に不満はないけれども 別に不満はないけど 行こ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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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んまり あまり なあ な というのは は という とは は で 天ぷらとは何ですか 天ぷらって何だ となりのトトロという 映画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となりのトトロという 映画を知っている 田中さんは英語が上手ですね たなかさんで英語が上手ですね 好 再来看第四個 静題 轉為長題 這個都是縮短而已 良いですか 良い 使っても良いですか 使って良い どうですか どう 味はどうですか 味はどう 味 どう ではないですか じゃない 先生ではないですか 先生じゃない てくれませんか てくれない てつた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てくれませんかもしれません かも 面白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てください て て 私も 私も 私にも 見せてください 私にも見せ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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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ない が好きだ ません ない ん わがりません わがらない わがらん 好 最後住詞的省略 好 那個後面錯的都不要念 念的會黏住 不要念 お腹が空いた マンゴーを忘れた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それ何 何に 以上に行きませんか 以上に行かない 這邊可以省略的教你們就好 其他都不講 這個不要念 錯的不要念 念的不好 可以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 終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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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